近日,伊朗经济再次遭受重创。 美国宣布对伊朗最大的石化企业波斯湾石化工业公司,进行经济制裁。 冻结其全部海外贸易活动。 由于该公司一直为伊斯兰革命卫队,提供资金服务。 美国这一举动,可以说是釜底抽薪。 随后伊朗公开表示,要求欧洲尽快履行承诺。 恢复双方的经济正常化合作。 当然,如果欧洲做不到的话,伊朗也不能继续履行伊核协议。 随后,德国第一时间对伊朗进行访问。 伊外长扎里夫表示,伊朗履约情况是有目共睹的。 然而美国却不负责任地退出,并发动经济战。 美国和沙特应该为此买单。 而解决的唯一途径,是美国立即停止制裁行为。 同时,欧洲也应该负责任的平衡经济战,带给伊朗的损失。 而德外长则重申该协议对于欧洲安全的重要性。 并表示尽管美国已经退出,但伊朗也应该继续遵守。 其他问题不予回应。 总结来说,这场长达二小时的会议双方,均各执一词。 在核心问题上产生分歧。 而德国的态度,基本代表了欧洲的立场。 很显然。 以上谈话结果表明,欧洲将放弃伊朗,并不打算助其一臂之力。 不过,就在欧洲拒绝失以援手的关键时刻,伊朗迎来了新的契机。 普京终于出手策反,拿下美国两大骨干。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,11日报道,客工传出讯息,日前普京与阿联酋王储,展开了电话会议。 双方在重申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,对于波斯湾地区的局势展开了讨论。 均表达了对于维护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愿望。 值得注意的是,此前,美国向阿联酋出售了大批武器。 而早些时候,博尔顿对阿联酋进行了访问。 双方宣布,此前签署的两国防务合作协定正式生效。 不久后,两国出动多架战斗机,在阿拉伯海域,举行了一场针对伊朗的模拟轰炸演练。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,日前俄总统秘书德米特里·佩斯科夫对外表示, 普京将在不久后对沙特进行访问。 相关活动正在筹备当中,具体日期很快就会公布。 同时,据塔斯社报道,沙特能源事务负责人法利赫表示,目前,沙特正在联合俄罗斯展开预防措施,以便在将来原油价格出现暴跌时发挥作用。 在美国封锁伊朗的阵地中,沙特、阿联酋正是其中的骨干。 最初时,美国对伊朗施加石油制裁,也正是两国出面力挺。 然而后来两国的态度发生变化。 而目前,两国更是公然与美国唱反调。 在各自能力范围内,对伊朗施以不同层次的援手。 一方面背后有俄罗斯的敲打在起作用。 另一方面也是各国对于当前局势判断转变,以及定位的调整。